《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2003年通过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非物质文化遗产》 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 表现艺术 社会实践、仪式、节兴活动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以及传统的手工艺 根据公约 一旦列入名单之内 相关国家需要确保 该项文化遗产得到充分的保护 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相关基金会 亦会提供资金协助保育 中国在2004年确认加入公约 现时中国共有1372项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中40项列入联合国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是目前世界上拥有非维数目最多的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名单之中 将会带来不少的机遇 首先政府重视保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能起到保护传统文化的作用 另外各民通过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 领会传统文化 有利加强国民身份认同和社会的凝聚力 透过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 亦可以吸引国地游客前往观摩 带动旅游业发展 促进经济 最后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 文化和艺术价值 对他们进行保育能够提升国家形象 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至于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上 亦要面对不少的挑战 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为不合适而被淘汰 或者因为失去个宗的精髓 变得形式化 此外 经过时代的变迁 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 难以为生 不少成全人为生计而令毕工作 技艺因为后继无人而失传 不少人 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生财的工具 当中的文化内涵 因为经济的原因被随意散改 歪曲了文化遗产的原貌 国家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付出了不少的努力 2005年 国务院确立保护为主 产救第一 合理利用全城发展的保护方针 2011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 以法律形式 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行动 编定名誉 传播利用及相关的法律责任 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务求将国家的珍贵遗产 成全下去 数一数 了解相关概念知识